從來沒想過會來這裡打到打針 肯定會非常之失望 推來一千、兩千、三千、四千 你跟你們已經默沙中說 你們沒有提供你們的預言 因為衛生署還未查出結果 衛生署還未有資助 你看他們有結果才知道 你不能拍照 早前被HPV9架預防疫苗全球唯一生產商 密砂東藥廠點名聲明指 從未供貨的環亞體檢集團 今個月5日宣布清盤結業 有受影響的客人希望港府徹查事件 真的會認為香港這邊的醫療體系 和監管方面是非常之有利 從來沒想過會來這裡打到假針 而且我每次來打都是排長龍排很久的 所以牽涉的人數應該會非常之多 包括層所和中間現在的回覆 都是說還未承認是假的或是水課 希望有關部門可以跟進一下 和針快出結果 集團聲稱已經為超過二千個顧客 作出退款 涉及金額超過一千萬 曾經辦理過退款的客人就指 機構只會對客人未打的針劑退款 至於之前打過的針 疫苗成分就一律不作回應 每次都沒有打 就退了幾點 每打到省城就退了幾點 打了就沒可能 真的 賣的 賺的 跟你們對一下 十四個 我當時賺了多少錢呢 我賺了現場賺六千了 現場賺六千了 對呀 你先賺他了 我們賺一看 不是 那我現在想要看你們當時給我們打疫苗那些那些 我自己的批號 我諮詢過我的香港律師 現在查過來了 現在查過來了 現在才能給衛生署拿掌了 退了一千 兩千 三千 四千 現在我是已經退了剩下沒打完正的錢 然後現在我是想等海關或者說衛生署給我一個官方的劫 因為我當然是不能接受這種方式的 他應該是全款退給我們 就至少是全款退給我們 因為廠商已經說了沒有給他供貨 那麼他的真從法律角度上講 他就是講過 而最初歷戰去相關機構注射疫苗的中介人 客人給過的中介費就沒有得退還 甚至會被刪除帳號 我的中介他的上限的話是他所說的保險公司的朋友 然後這些保險公司好像就是會有很多很多的下限 這個是當時那個深港通跨境的紅頓號 推給我的這個優惠 然後我出了市之後就現在就已經被刪除了 他們中介人他們是不退中介費的 然後有一些是完全不回覆他們的消息之類的 那對我有消費者而言 那香港政府給我的保障是什麼 有香港律師指出 攝氏的機構在處理疫苗來源問題上 有可能已經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受害人應該親身向海關報案追途損失 即是如果你很肯定那個廠是沒有賣給他的話 那是稅貨 如果環亞賣這些針的時候 他跟消費者說得很清楚 這些是淨貨 是由那個廠來的 那他就是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可能就是誤導 不只是未打的針 未打的針你當然要退款給他 是我已經打了針 你都是要退款給我 譬如說中介人推薦的時候 給到集團的卡片 或者是強烈推薦他 那而所有的行為呢 譬如說怎樣去訂時間 是不是帶你上去 你看到就那個中介人來說呢 是跟集團的成員呢 全部是很熟絡的 那這些所有的環境證據呢 都是可以證明那個中介人呢 其實是那個集團的代理人的 在法律上 你就可以要求那個集團 或者診所呢 去盤賣那個中介費 有關於永驗的 感谢观看